哈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阿阳欢迎收看我的世界的阿阳虚无传第五十六集 哇人品爆发呀果然昨天晚上转发的那条锦铃已经咽了一下子给了三条附魔 功力四耐久三细力三可以啊这几个附魔都非常有用攻击力直接从十七升级到了二十二 嘿嘿看来最近的人品还是很不错的 我去谁打我你一个补炭你找死的你 哎哎哎完了我的剑剑还没拿回来 糟了糟了刚刚还没来一起把剑拿回来就掉下去了 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保佑我的剑平安无事我马上就跑过去拿 阿阳怎么这么急啊我的剑 剑呢我去去哪了我的剑呢这平台上也没有 我的妈呀刚做出来的好武器这还没五个就没了这也太坑了吧 会不会是掉到下面去了我不知道啊刚刚我就放在附魔台里的都是这些怪搞的鬼 阿阳现在水里没有真的吗我这就下来 我已经把它捡起来了先把这些古台杀了再说 都怪你这死黑探头 我就说嘛不可能这么容易弄掉的 拿给你 真是吓死我了差点以为没了要是真没了那就亏大了 哦对了小月你也去附魔一下呗没准能附魔出一个极品的蓝宝石剑 可以我也去试试 我看看啊给蓝宝石剑附魔 哎怎么样属性好吗 一般般这好鸡腿和锋利 也不错了 看来我也得选你多转发几次经历才行啊 这就对了虽然说这是玄学啊但是有时候也不得不信邪啊 把背包里的东西整理一下暂时用不上的东西啊都放回箱子里 怎么突然背包里又多了一把枪 还是牛仔手枪 这又是打什么怪的时候掉的呀 但是问题来了 我已经放弃了那个当吸不牛仔的梦想了呀 这个时候给我一把牛仔手枪 难道是暗示我让我重新当一名出色的牛仔 嗯总之先去试试这个手枪效果怎么样 呃开不了枪 看来也要子弹才行 看来这个当吸不牛仔的梦想啊是没有机会实现了 不过说实话 这把枪看样子还是挺帅的 而且伤害有17点 有子弹的话呀还是挺好用的 要不你把这把枪给我用呗 我正好想试试 早说嘛多大点事 拿去 我也是有两把枪吧人喽 不过我这没子弹啊 呃这倒是个问题 不如你试试家里面那些材料能不能造子弹呗 因为之前油矿是可以造炮弹的 没准哪个材料也能用来造子弹呢 嗯那我去试试 哎呀可惜了这么多铜笔都没有用上 早知道上次就该多和那个商人买点子弹的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主要是我们走,香港 这样起重さ 小子弹是快乐 × сказал 莎环